《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神圣非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斥》 《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今天讲莲齿大师 这样的一段 妄念是病 念佛是药 久病非骗迹所能了 击妄非战念所能出 七里一眼 莫管他妄念纷飞 只贵在念佛精确 字字分明 聚集皆续 吉利止持 方有趋向分 所谓真机历久 而一代豁然 欲如魔处作真 炼铁成钢者 定不误也 入道多门 为此一门 最为捷径 不可呼 不可呼 莲齿大师这段开示 我们来分享一下 那么妄念是病 因为你著作妄念 这个妄念就成了你的障碍 那么你就停留在各种妄想 纷飞中 所以念佛是要 念佛就把这个妄念打破了 应该是这样的 久病非骗迹所能了 就是你病得很久了 我们妄想已经无量劫来 一直到了今天 对吧 那么怎么可能念几句阿弥陀佛就能彻底 这个改变呢 积望非战念所能处 就是你积淀的妄想啊 已经很久了 对吧 你怎么可能暂时地念几句 就可以把它清除呢 这是不容易的 我们必须说不容易 才能够对症下药 气力意也 道理是一样的道理 念佛也是这样 说莫管他妄想纷飞 不要去管他 我妄想多呀 我这个杂念多呀 只贵在念佛精气 最难能可贵的就是 你念佛一定要坚持真 坚持精 坚持切切不可改换 这一点必须要注意 字字分明 阿弥陀佛 用心去念 用耳去听 所以反文文字性 性诚无上道 句句接续 一个念一个佛号 接着一个佛号 极力支持 就是用力呀 把它专注 方有去相分 你才有可能啊 这个 跟佛去相应 所谓 真基力久 你真的 踏踏实实地这样去做了 你积淀的这个力量久了 而一旦 豁然 有一天你突然间就 一下子同底脱落 你一下就自在了 原来什么事都没有 原来什么都是事 你不念还是你不知道 一旦念了 马上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所以念到一定程度 一下子就自在了 所以基之在平日 德之在额清 很快就解决问题 欲如磨土作真 比喻一下 拿着一个铁棍 来做真 日久天长 就去不断地去磨 那么最后一定会有结果 那有人老三丈 这划不来呀 我不如买几包针呢 我告诉你 功夫是你自己的 对吧 你买几包针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对吧 所以炼铁成钢者 炼铁成钢要白炼的 对吧 不是一炼的 有多次的炼 把那个炸子去掉 然后让钢怎么样 更硬 更有耐性 更有弹性 定不乌也 一定不是无中生有 所以我们现在整个 我们学佛也好 整个社会也好 大家都浮躁 对吧 每次升天树就想刷激光 对吧 而且瞪了眼 能说瞎话 这都不行的 对吧 踏踏实实去做 去练 对吧 入道多门 对吧 那个学佛走进佛法中 有太多的方便法门 但是呢 为此一门最为解决 只有这念佛法门 最简单 最明了 最直接 最痛快淋漓 怎么样呢 对我们来讲最奇迹 所以不可忽不可忽 千万不要忽视它 千万不要忽视它 所以我们就觉得 简单的东西 是最深刻的 简单的东西 是最能够让我们走捷径的 让我们能够受益的 对吧 那么莲齿大师 答张百户 对吧 广田 这样的一段开示 开示的内容是这样的 张百户可能是一个小的官吏 对吧 他也叫广田 我童年时 还不知道念佛 看见邻居一个老太婆 每天念佛几千声 问她为什么会这样 对吧 你为什么要念佛啊 对吧 这个老人家就说 她说 我丈夫生前念佛 死的时候很好 所以我这样念 他此时没有病 和人一拱手而去 出家人为什么 反而不念佛呢 这很奇怪啊 对吧 那么我们今天学佛 为什么不念佛呢 这很奇怪啊 所以这个老人家说 我丈夫生前的时候 就念佛 他影响了我 对吧 我们身边有这样的好人 他也会影响我 当然我们身边有坏人 他也会影响我们 对吧 我刚才那个 一个句子 短信才告诉我 在这个公交车上 看到一个人 一个军事 坐在那里 对吧 看到上来的一个 一个人 主的拐杖 对吧 黑黑的 也是一个老太太 然后他站起来 把这个位置让给他 那么作为第三者 这个佛教徒 其实很感动 但坐下来 这位就开始说了 他说我在极乐寺 看大门 对吧 如果你们要去 我告诉你 你带多少人都行 我给你免票 给你进去 对吧 这倒无所谓 哪种人说是你如果真信佛 对吧 门口我们说 不管你是国内国外的 你拿着居士证 你确实是佛教徒 我们可以让你进来 对吧 我们不会说穷疯了 对吧 家里人都不认了 这是不对的 但是接下来他说 就是就跟他建议 说那你这样也不合适啊 那你放心 那你应该是规矩啊 总理有因果有因缘啊 但是还那个和尚都不怎么样 和尚怎么不怎么样了 他们这个让我给他们灌墙子 怎么没 这个我接下来 马上就跟课堂联系 马上找那个安全保卫 马上问说没有这个人 对吧 但是我想说 我再次公开讲 我是坦荡的 我肯定不会这么做 而且我不允许 我庙里人这么做 如果我这么做了 我庙里人这样做了 我绝不理直气候 而且也欢迎所有的佛教徒 来监督我们 我们不怕被监督 对吧 那你怕这个话呢 你做了你凭什么不让人说 如果我们恰恰是这样的 这很麻烦 他说 那让我给他灌肠子 那和尚 这个很奇怪啊 这个是什么人呢 对吧 我希望大家眼睛睁大一点 让这样的人没有市场 所以我们最后给他建议 就一定是假居士 而且假和尚多 假居士比假和尚要多多少倍 他们都以这个所谓的念佛 所谓的道场之具 最后的结果是跟我们的三宝去对立 跟我们的信仰完全违背 这个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 对吧 当然我这么坚持 也一定会得罪人 对吧 可是你不去坚持 那你都不是佛教徒 当然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地去吃伤食 但我们会坚持 会坚守 对吧 所以这个很重要 生前念佛死的时候很好 为什么很好 他人自在吗 都怕死 他肯定不怕死 所以就很好 有几个不怕死的 无可奈何 实在不行了 那麻烦了 也就认命了 但这种认命 和佛教的解脱 完全不一样 我这样念 为什么 他死的时候没有病 和人一一拱手 再见了 咱们上西方极乐世界 我觉得这个合同自在 对吧 有几个人这样 包括我们现在这些人 如果有一天 你临命中死 然后你跟大家坦然面对 咱们上极乐世界再见吧 对吧 这一段过程很短暂 将来也希望不要再来 再来也是趁愿再来 绝不是业力牵引 无可奈何 不来也得来 不走也得走 对吧 这肯定是不行的 对吧 出家人为什么 反而不念佛呢 这就很深刻 当然也包括在家人 对吧 那你出家人 你要做一个好头 对吧 你天天无所事事 无事生非 那很麻烦 所以你就讲是非嘛 如果真正有道心 有信仰的人 他没时间去计较 没时间烦恼 我们今天不是坐在这个 所谓的头的一个 这个位置 我们今天不说这些废话 说这些废话 干什么 你说我好 你说我不好 已经不重要了 我知道我自己是干什么的 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就和人家一评价 你自己把自己丢丢了 这肯定是不合适的 对吧 那么我出家后 这个联志大师说 到处参访 对吧 到处参访什么 善知识啊 要问怎么去修行啊 对吧 真正的访的是高僧大德 有的人呢 访的是江湖片 对吧 这人太多了 对吧 所以这个当时啊 骗荣大师德国望重 对吧 当时啊 这个联志大师 去参许这个骗荣大师 所以我们到京城去拜见他 对吧 到京城哪儿了 当然是北京了 于是明代的高僧嘛 跪着向前 再三请求 所以参学善知识 是一件虔诚的事情 当然这个 这个善知识 不会说白的普端的架子 但是作为 这个参学善知识的人 肯定要虔诚 不能做戏 不能够这个 假装被感动了 假装了恭敬 这肯定不行 对吧 那么 于是大师说 你要守本分 这个话多深刻啊 多简单啊 守本分就是 你干什么的 你是什么 对吧 你不能去干什么 你不是什么 他总不可以啊 所以不要去贪名求利 什么叫名啊 人家说你好 这不明吗 说你有什么身份 有什么名望 这不是明吗 利就利益嘛 对吧 每一每你 你见了人之后啊 你总是打妄想 他要给我什么好处 那不就利益嘛 就是你不能有这个想法 对吧 你要如果有这种想法 那你学佛就会拴住了呀 对吧 所以不要攀缘权势 所以每个人有权啊 有势 好 那你就跟他结交 这个不要 对吧 你想想 你要这样的话 那就离你解离的宗旨违 只要因果分明 要将因将果 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么一个例子 是这样的佛教徒 不但不合格 而且整个满公交车的人 都在侧目而视 这个污染多可怕呀 你会让很多人没有到处 连出家人都不相信因果 出家人都不守规矩 那我们还守什么规矩 对吧 我们也可以胡来 那这个可怕呀 如果有一天 我们真的不守规矩了 假使 你也要守规矩 因为你学佛不是给我学 我学佛也不是跟你学 所以这个一定要拿金啊 对吧 你不拿金 你就会怎么样胡来 找借口吗 那你凭什么那样 我凭什么不可以那样 对不起 你要学佛 你不是学我 我们也不需要去学你 对吧 我们像佛陀去看齐 只要因果分明 要如是因 如是果 要谨慎 对吧 因为我造了这样的因果 将来要守那样的果报 要相信因缘果报 因缘果报不是定法 但是常常会怎么样呢 你拍在眼前的桌子 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 你说是真的 好 因果就是真的 你拍这个桌子 你拍拍脑袋 说这个是不是真的 它不是真的 好 因果是假的 但是记住 痛苦是真的 请记住 对吧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你要谨慎 不是我们来主宰的 说我今天我要惩罚你 你下地狱 也不是说我今天 我告诉你上极乐世界 是根据你自己 自作自受决定的 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心安理得 心甘情愿 我相信英国 我遵守英国法则 所以呢 一心念佛 天荣大师 你要一心念佛 对吧 那么于是我受教出来 这跟大家说 对吧 当然大家也有参与的 同行的大家 认为这几句话 哪个说不来 谁都会说呀 对吧 唐朝说 有个鸟巢传师 在这个树上 对吧 这个树上待着 来念佛 然后白志义 从下面过来 大家看西洋节 树上有个和尚 对吧 他不下来 然后白志义问 说大师 请问你学的什么东西 他说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自尽其 他说 哎 这个连三岁小孩都知道啊 八十岁的老公 做不得呀 做不到啊 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啊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 要做 要说要做 你不能自欺欺人 对吧 你不去说 不明白 大家不明白 你不去做 没有威信 对吧 所以大家要清楚 对吧 我们千里远来 只说有什么高妙的东西 我们那不远千里跑来了 这个像骗容大师请教啊 以为他有什么高妙的东西 给我们传授 原来不值半文钱啊 原来就这么简单啊 什么都不是啊 对吧 瞧不起吗 对吧 我说啊 这个林茨大师说了 这个正看出他的好处 正看出他的功夫 那这个法师在负责任 不共同玄虚 对吧 不像你一进来了 我马上给你看啊 往那一坐 我告诉你 我给你关 对吧 关来关去 说你这个前程如何 你如何 这是佛教吗 所以完全不是佛教 对吧 你别不服 有人不服 我告诉你 当面你可以说 背后你可以找我 我可以跟你交代 对吧 哪里是这个佛教啊 佛教的正法 不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所以说林茨大师说 这个恰恰是 看出他的好处 我们仰慕他 远到来此 他并不说玄说庙 来吓唬我们 我告诉你 很多现在佛教 都不吓唬人吗 对吧 我们有个领导 这个法师 你那个庙 经济状况怎么样 我说不怎么样 他说不怎么样 你去吓唬他们 我说你也知道 这个点规则啊 当然了 你一吓唬他就拿钱了 你不吓唬他 都不会拿钱的 对不起 我还是不敢吓唬他 吓唬他有口语症 我把别人误导了 我把我害了 我不敢 因为我们要相信英国 所以凡是我见的人 我一定给他信心 给他希望 给他方便 给他欢喜 给他无所畏惧 绝不敢落井下石 绝不敢耸人请问 绝不敢乘人之为 这就是佛教啊 佛教必须要秉承这个标准啊 你没有这个标准 那你就到这个问题啊 对吧 江湖上烧小房子 现在要把这股风传到黑龙江 有没有胡闹吗 对吧 哪部佛经有这么讲 没有 没有就是你自己发明的 那就是仗现其透 我告诉你的邪命外道 我告诉你 要躲地狱的 不管他把自己打扮得都漂亮 没有用 我们要一教奉行 一教奉行 佛怎么说的 我就怎么做 佛没说的 对不起 不是这样的 对吧 我觉得这个理直气壮 对吧 指老老实实的 把自己实践过的 体会得深的 对吧 这个骗容大师啊 就老老实实 大大实实 把自己亲历经过的 体会深刻的 切实可行的功夫 来叮嘱我们 开示我们 对吧 所以说正是他的好处 这个正是一个出家人的责任 对吧 我们现在 这个奇怪 对吧 我走南闯北的 大家也不问我佛法 老问我看清算命的事 对吧 弄得我都非常尴尬 对吧 我说我不会 他就瞧不起我 我说这个是不可以的 他说那你就不争议 你这个和尚 你这个连看清算命都不会 你算什么真和尚 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吧 所以按照他的标准来讲 我肯定不是真的 对吧 按照佛教的标准来讲 我肯定理直气壮 但是现在是哪有标准的 没有一个真正的标准的 对吧 所以我到现在 还踏实遵守 没有抛弃 所以林强大师 他曾经参访善知识 是这样的经历 所以他踏实 他绝不故弄玄学 对吧 所以在我看来 这是佛教徒的本分啊 对吧 我们要遵循这个本分 我们不可以改变 改变就很危险 有人说啊 这个速度不快 什么速度快啊 下地狱的速度快 那天在这 湖来马上就下去 对吧 那个成本太高了 希望大家不要那样做 那么下边 林强大师开示 据明者 佛有无量德 今但四字阿弥陀佛名号 足以该指 以弥陀即是全体一心 心包众德 常乐我尽 本觉实觉 真如佛性 菩提涅槃百千万名 皆此一名 色无不尽 尊斥者众生学佛 亦有无量行法 今但四名一法 足以该知 以此名 既是持此一心 心该百行 四地六度 乃至八万四千 横杀微臣一切行门 色无不尽 就林强大师的开示 那么跟大家来分享 所谓 举名者 其实就是提起一句 阿弥陀佛名号 所以 举名者 就是举起这一句佛号 为什么 因为 佛有无量德 为什么佛有无量德 我们念阿弥陀佛 就是在念 无量国 无量寿 无量的空间 无量的时间 超越 不要局限 不要拘离 因为你念这个佛 你还能够纠结 还能够计较 说明你根本 与佛不相应 你念的是生死 念的是是非 对吧 因为念佛就是没有生死 没有是非 所以打破生死 打破是非 打破空有 这才是解脱自在 因为佛有无量德 什么叫无量 无量其实是智慧 无量的功德 因为你有慈悲 有智慧 智慧才会功德无量 你光有慈悲 那不行 你能复报 你光有智慧 我告诉你 你这个智慧也是假的 是嘴上说的智慧 你没有行动 所以叫 佛会双修 所以叫 佛有无量功德 今当四次阿弥陀佛名号 足以该字 所以今现在 只是这个阿弥陀佛 这个四个字 足以色尽 无量功德 无量光 无量寿 无量的空间 无量的世界 对吧 我记得4月初八的时候 有个老人家 很有学问的样子 问我 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 我就把这个意思 告诉给他了 对吧 那这是个有学问 有修养的人 对吧 那么 以弥陀 济世 全体一心 心包众德 常乐我尽 因为阿弥陀佛 名号 济世 什么叫全体一心 整个佛法的心脏 就在这里了 所以这个心呢 怎么样啊 包众德 众德 就是沃尔德 解脱德 还有法身德 这智慧啊 解脱啊 法身啊 都基于此了 对吧 所以叫功德无量 常乐我尽 那么常啊 超越这个无常啊 无我啊 对吧 超过无常啊 苦啊 那个 所谓的主宰啊 所谓的这个 染污啊 超越 所以叫常乐我尽 本觉是觉 对吧 本来就是我们有佛性 修行才有 就是本和死 它是两个对峙的法面 那么对于这个 没有信心的佛教徒 就告诉你 你本来就有佛性 对吧 所以你不要气馁 不要灰心 你要去找回你自己的佛性 对于那个 一直让他昏日子 所以你不修行 你不能正得佛性 所以叫本觉实觉 就是本来就有觉性 佛性 那么开始修行才有佛性 这是两种观点 那么这是方便 真如佛性 真如法性 对吧 真如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具备 真如佛性 那么菩提涅槃 对吧 菩提是觉嘛 涅槃是解脱嘛 百千万名 劫持一名 涉无不尽 阿弥陀佛就把他都包括进 你一年阿弥陀佛最安全最可靠 对吧 所以这个佛法的这个净土法门 谁告诉我们的 释迦牟尼佛 对吧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不能忘本 对吧 忘本 那就等于是 那就忘恩嘛 对吧 你要感恩 感恩就是有功德 对吧 麻木不认 麻木不认 这个人就没有什么功德 也没有什么智慧 对吧 专斥着 众生学佛 亦有无量行法 对吧 就是专门呢 支持阿弥陀佛名号 面对这样的情况呢 现实之中 大家学佛 对吧 也有无量行法 对吧 各种各样的法门 太多了 对吧 所以有很多人呢 这个 学这个经 学那个经 对吧 学这样的法门 那样的法门 非常之多 而每个人呢 都觉得找到了一个自己觉得气力气急的音源 于是到处告诉别人说你要学 我想这个佛教不叛缘 也不具缘 要随缘 如果说真的有共识 有共鸣也可以 对吧 也可以学 无论你是写还是密 都可以 但是你要解决问题 不能够一厢情愿 一厢情愿是走不了多久的 对吧 今但施明一法 足以该之 所以现在啊 尤其我们的末法时代 对吧 大家心服气躁 都喜欢简单 都喜欢走捷径 对吧 那你何妨去念佛 当然真正念佛的人 也应该有足够的信量 接受不念佛的人 我想这就是念佛 我念佛 看谁能够不念佛的 我就生气 这个就不是念佛人 所以念佛的人一定要去包容 所以足以能够设尽无量刑法 对吧 以赐明记事持此一心 这个赐明就是持此一心 这个阿弥陀佛就回归清净心 这个清净心呢 就是摄持阿弥陀佛 所以心该百行 这个心呢 能够就怎么样啊 心包太虚 两周杀戒 所以百行 各种各样的修行的法门 都可以从心上完成 而修佛就是修心嘛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迷茫 迷茫在哪呢 就是我们修佛不修心 对吧 就是相信你的眼贼耳贼 鼻贼身贼义贼 为什么叫六贼啊 他盗走了你的法身会命 对吧 因为你相信说 眼见为是耳听为虚 那佛教告诉你的 眼见是虚 耳听是虚 所有的都是虚 你为什么就知道 你上当了 对吧 那就是你不能解脱 你也不能自在 所以他是贼 所以你要去观心 要问心 问心无愧 对吧 观心自在 你只有这样 才有意义啊 对吧 所以说心该百姓 就心里面能够接纳各种各样的法门 比如四地六度 对吧 哭鸡灭道 对吧 不思 对吧 持戒 忍辱 精进 全地 六波罗蜜 对吧 所以四地六度 乃至八万四千横杀微臣 对吧 进一步说 八万四千法门 八万四千横河杀树微臣一切行门 横河杀树 那一个杀树一个杀树 那么多那么多的行门 八万四千横河杀树的 那么多那么多的修持的法门 射无不尽 没有不射尽的 大家想一想 念阿弥陀佛 你赚了大便宜 对吧 所以我们每个人要珍惜 对吧 平时你不管怎么样 你都要念几句王强佛 对吧 是从王强开始的吗 对吧 你说王强都没有了 那你是木头 那也不正常 慢慢慢慢地把王强就转化了 然后就解脱自在 转石成智啊 对吧 所以莲池大师 告诉我们的这个法门呢 就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唯心净土 唯心净土 自信迷途 所以这个 《维摩经》里说 若人欲得净土 当净其心 随其心净 则佛土净 你的心不止住不挂碍了 你的国土就清净了 你的心就是极乐世界 那么六祖 慧能大师说 迷人 涅佛 生彼 迷惑的人 涅佛说 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悟者自尽其心 对吧 是非好坏 都不挂碍 所以叫清净性 我们其实这是功夫啊 日久见人心 路遥至玛丽 所以你问自己有没有功夫 你不要老问别人 有人老讨风 说你看我怎么样了 你问自己 看起来很无情 但其实 如云饮水 冷暖自至 不是我们自己的事吗 你问别人干什么 对吧 我替你吃几顿饭吧 你也不会让我去做的 对吧 这个事替不了 只能自己去做 对吧 生死解脱的事 学佛的事 也是一样的 所以连测大师 苦口苦心 而且还有 从心向入口 无量意经所 无量意者 从一发生 我告诉你 叫做弃乳一个点 去突破它 对吧 这个很重要啊 就像 这个开光一样 把那个六根 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乐年经里 把它结成六个结 六个割的 然后一点点把它解开 对吧 把六字打破 先从一个开始 打破一个 就切它打破 那不是对吗 对吧 所以我们就不能怀疑啊 对吧 无量意者从一发生 对吧 那么下面 连测大师开示 说如来 对吧 这个 敌欲 生死的力量 那你解脱不了 对吧 所以我们要去问自己 你到底为这一大事因缘 有思考过吗 所以固执华言以后 法华以前 佛最初是华言 大家退位 没有人听 因为他是精王 那么法华以前 法华这个经讲之前 虽有种种种法门 虽有种种法门 浅身不一 所以这个 说了很多 对吧 有深有浅 不同 无非维持大事因缘 除此一大事外 更无二事 生死大事 解脱大事 对吧 就开佛之间 悟佛之间 入佛之间 然后是 入佛之间 开始悟入佛之之间 无非如此 你悟入了 你的生死打破了 对吧 更无二事 没有第二件事 尽当一心 执念阿弥陀佛名号 既得不退 对吧 所以你现在 如果大家能够 现在一心一意地 去执念阿弥陀佛名号 你就得到不退 什么叫不退 对吧 不退短 对吧 你心心不退 当然还有未不退 念不退 你可以这样 对吧 那么 此乃 直指凡夫自心 究竟成佛 若能地心 何须片离三寸 久经多解 不悦一念 顿正菩提 岂非大事 对吧 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 说这个 这个恰恰是 直指凡夫自心的 对吧 妄想纷飞啊 所以直究竟成佛的 最好的法门 最圆融的法门 如果你能够对这个法门 那阿弥陀佛的法门 能够真实地去相信他 一点都不会怀疑他 怎么样 何须片一三寸 对吧 你何必一定要去 从声闻 从圆觉 从菩萨 那你现在就可以了 对吧 久经多解 所以成佛 在佛经里告诉我们 需要三大阿僧奇迹 阿僧奇迹翻译叫 无量的数 无量数的世界 没有办法记错 我们的凡夫 没有办法去记错 对吧 那么 不悦一念 顿正菩提 什么叫不悦一念 就是不超越这一念 就是阿弥陀佛 你马上顿正 马上就成佛 对吧 其非大事 难道这不是大事吗 对吧 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阿弥陀佛经是 佛不问自说的 没有人问佛 佛就说了 为什么说了 因为佛闭不住了 这是最好的法门 最圆满的法门 所以不问我也说 对吧 因为众生都喜欢简单 所以我给你来一点简单 而且这个简单呢 就告诉我六方诸佛赞叹 对吧 最可靠 最真实不许的 极乐世界 那么所有的义报庄严呢 大家都告诉大家 大家你再不信 再不信 那就是我们自己有问题 那么下面廉痴大师 又开始我们说 说古人有缘 病者众生之良药 对吧 则人于病中当生大欢喜 一切不如一处 莫起烦恼 有缘 那个生死有命啊 则人于病中当生大解脱 任其死生 莫起恐怖 有过去如患 现在如患 未来如患 正请放下 单是正念念佛而已 病中千万灵赖 莫怀 术欲之造星 乃所以 为术欲之良方也 廉痴大师 讲得非常到位 那我跟大家分享 而且这一段 恐怕非常实用 廉痴大师告诉我们说 古代的人说 当然古德先贤 他说什么 他说生病的人 是众生解脱的良药 那都不拒绝生病 我告诉你 我刚出家的时候 老和尚 当时我认为他忽悠我 他说比丘常态三分病 于是我怎么样 在最寒冷的冬季 在腊月天 我洗了澡之后 上外边穿着背身去留的 第二天马上 又咳嗽又流鼻涕 又流眼泪 然后不敢说 然后后来跟人家说 你说你是傻子 有病可以 没病你找什么病 我们有病 真有病 因为就是执着 人家说了 你就执着这件事 然后你给自己造出病来 然后你痛苦 痛苦当然有道行 但是请记住 当你生死窃窃的时候 病恰恰是增上了 所以你要珍惜这个因缘 所以病者众生是良药 生病是众生解脱的良药 这人于病中当生大欢喜 那么这个人 在病中就应该欢喜 而不是说 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我怎么这么不信呢 我学佛怎么还有这个事呢 你学佛这个事 这很正常啊 你要不生病 反而就奇怪了 一切不如意出 默契烦恼 说不见人也好 你不要烦恼 你也烦恼 我告诉你 病加重的 所以你无所谓 病犯就奇怪了 他就慢慢转好了 有言啊 生死有命 什么叫有命啊 有因缘啊 生死都是有因缘的 这个命也是因缘 你不要认为是定法 说这个命中注定 我告诉你 你不注定 对吧 那你心态可以调整的 对吧 你还可以增加条件 减少条件 不一样的结果 对吧 所以这里面说 责任于病中当生大解脱 所以你不在乎他 无所谓 对吧 所以我们想一想 这个如果我们呢 娇生惯养 娇喜十足 最后的不但解脱不了 反而怎么样 你脆弱 有了病一点都不坚强 有了病一点都没有抵抗力 对吧 所以我有病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不见人的 你别人安慰 我不需要别人安慰 我告诉你 我调整调整就好 对吧 当然最后的生死的大病 那你是要功夫的 对吧 你没有功夫 你解脱不了的 对吧 所以呢 这个人应该在病患之中 当生大解脱 一定要解脱 一定要不在乎他 任其死成 任凭他死 任凭他死 我无所谓 我告诉你 你要有那种横力 对吧 要坚强 我们现在都脆弱 脆弱极了 对吧 没病还横横的 对吧 那是错的 对吧 所以默其恐怖 千万不要去恐惧啊 这么害怕 到哪儿去 爱到哪儿去 到哪儿去 你好好念佛 你说你能到哪儿去 对吧 你念佛 你说你能到哪儿去 他起了怪了 你念着佛还问我 到哪儿去 奇怪 对吧 所以又过去如幻 现在如幻 未来如幻 过去是不是幻化 你不承认吗 如幻 现在如幻 现在又幻化 未来如幻 未来也是幻化的 所以尽情放下 所以把你的青纸 马上都放下 放下你就自在了 对吧 就死去过来嘛 应该是这样吧 单是正念念佛而已 所以你就是一心一意的 正念念阿弥陀佛 就行了 对吧 并重千万忍难 千万忍难 不要抱怨 不要老期望的 哎呦明天好 后天好 你别指望 死了也就死了 无所谓 死了 我告诉你 解脱 对吧 你给他琢磨 琢磨麻烦 你抱怨 抱怨痛苦 对吧 恶心循环 并重千万忍耐 莫怀 术益之造型 千万不要琢磨 哎呦 我明天就能站起来 我后天就能跑了 不要这么去西洋 对吧 所以你千万不要烦躁 不要浮躁 那所以为术益之良方言 这个才是怎么样啊 正是我们很快能够痊愈的最好的药房 不怕死 不怕活着 你看看会出现奇迹的 所以我告诉你 你不怕死 我告诉你 你有美丽 怕死 天天天天心跳的 天天作物不安 那麻烦人家死得更快 我说的真话 对吧 这个真话是谁教我们的祖师大德 祖师大德谁 莲齿大师 对吧 莲齿大师跟谁学的 佛菩萨学的 对吧 所以那可靠嘛 安全嘛 对吧 对吧 对吧